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了信息以后 我们马上就有所反应 进13栋运输机来做一个运补 供应充足还要派C13栋 梅肉不会吃法国菜腻 有点扯吧 我就连肉都没得吃 拿到体力作战防卫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啊 怎么会梅肉吃 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了 吃不饱的话 真的是很难很难受 如果满久的话就有点夸张 只有几天可能还可以看状况 但是如果很多天 是需要运补上 多加一些经费加强一下 笑死还没打仗就缺粮食了 闹笑话了肯定给阿贡笑死 30天了 但是越马防部 他也跟我讲以前曾经有过这种状况 但他们 没有27天吧 没有27天吧 没有吧 那现在官兵说的 他们还在沙滩上面洗 是 是不是这个消息 都没有把他传回本 这对我就 当老文官部要检讨 我也不怪罪官兵 给他们有这个表达他们的意见 是缺肉还是缺脑 平时就这样 等开战时一定第一个被放弃 肉是不应该缺 因为你只吃饭的话 说实在你当兵 期待的事情不多 食物蛮重要的 还是要给他们能期待的一些力量吧 如果人吃素在打仗的话 那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打仗 呃 慰绕一下当兵的那些人吧 因为他们是保家未果的人 不是吗 側翼 没肉吃不会吃海鲜吗 叫什么叫 给官兵很抱歉 所以我会来强化 外岛我也来过 当然我不能怪他们想说 好像怎么样的讯息 没有传达 但他都有一个弥补的方法 我今天当王伯伯保证 以后外岛官兵 不会再有这种状况 请支援希望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